10月23日,法國巴黎的富爾德社區發生了一種槍擊事件,造成了三人死亡,之後局勢迅速升級。 富爾德社區爆發了大規模抗議,場面十分火爆。 富爾德人在街上捉起了路障,並將它點燃與警方對抗。 多年來,居住在巴黎的富爾德人一直呼籲警方加強對他們社區的安保。 槍擊案發生後,當地迅速爆發抗議。 傍晚時,巴黎警方向人群發射催淚畫師。 勢中的槍擊發生在巴黎第10區富爾德人最居區的一處文化中心。 法國內政報指,槍手顯然將襲擊目標瞄準外國人,但尚未清楚是否特別針對富爾德人。 槍擊中三名死者全部都是富爾德人。 警方已逮捕了一名69歲的男性疑犯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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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